讲到记录第149篇对新得救者谈奉献,讲十,1940年12月13日讲地,不详读经罗马书12章一节,所以弟兄们,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现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,是神所喜悦的,你们如此是奉,乃是理所当然的。 14章7-9节,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,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。我们若活着,是为主而活,若死了,是为主而死,所以我们或活或死,总是主的人。 哥林多前书6章19-20节,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电魔,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,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,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,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 哥林多后书5章14-15节,原来基督的埃及利我们,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,众人就都死了,并且,他替众人死,是叫那些活着的人,不再为自己活,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 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十九节,到了半夜,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,就是从做宝座的法老,直到被掳求在监理之人的长子,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,尽都杀了。 十三章一至二节,耶和华小玉摩西说,以色列中凡投生的,无论是人是牲畜,都是我的,要分别为圣归我。 三十二章二十六节,摩西就站在盈门中说,凡属耶和华的,都要到我这里来,于是立位的子孙,都到他那里聚集。 民数记三章四十四至四十五节,耶和华小玉摩西说,你拣选立位人,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,也取立位人的牲畜,代替以色列人的牲畜,立位人要归我,我是耶和华。 在世上有一件大的事,就是救赎,在基督徒身上有一件大的事,乃是奉献。 救赎是神所做的一件大事,奉献却是我们要做的一件大事。 如果我问你,救赎对这个世界是不是一件大事? 你一定会说,是,救赎是一件最要紧的事。 救赎如何是一件要紧的事? 奉献也是一件和救赎一样要紧的事。 救赎的目的,乃是奉献所达成的,救赎乃是挽回神在人中间所失去的权柄, 而奉献乃是把神在人身上失去的权柄与地位,收回归神。 因此,救赎与奉献是一件事的两面。 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做真基督徒,而不把自己奉献给主的。 劝人奉献,鼓励人奉献,盼望人奉献,都是虚空的。 如果人没有看见奉献的根基,就不能奉献,人若看见奉献的根基,再把自己献上给主,就是顶自然的一件事。 唯有看见奉献的根基的人,他的奉献才会彻底。 保罗奉献的根基是很清楚的,他的奉献是答应神的慈悲。 罗马一章到八章讲的是救赎,九章到十一章是阔弧里的话,或者说是个比喻, 就是用以色列人蒙救赎的事做比喻。 接着,十二章就说到奉献。 奉献的根基乃是救赎,先有救赎,后有奉献。 林前六章十九节说,我们不是自己的人,因为我们是神仲价买来的,所以要在我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 二十,救赎乃是奉献的原因,救赎也是奉献的理由。 林后五章十四,十五节说,原来基督的爱基利我们,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,众人就都死了。 并且,他替众人死,是叫那些活着的人,不再为自己活,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 这里是说,因主为我死,所以我要为他活。 当我们看见救赎时,我们就能够奉献。 我们需要给人看见救赎,然后才能对人说到奉献。 如果一个人没有看见救赎,则他的奉献不过是暂时的,没有根基的。 一个人若没有看见救赎,就不能奉献。 纵使奉献了,那个奉献也不彻底。 什么是救赎呢?救赎在神那里是一件最大的题目,神的救赎就是恢复神所失去的权柄。 从神看来,这个世界不只是犯罪的,并且还是灭亡的。 路加十五章不是说,有一百只羊,其中有一只发脾气了,乃是说,有一只羊迷路了,失去了。 那里也不是说夫人有十块钱,其中有一块钱生锈了,乃是说失落了。 还有,浪子的比喻,也是说浪子乃是失去了,是死了的人。 所以,人堕落犯罪,在神这方面,是神有所失去。 要知道,基督徒乃是神的基业。 神创造宇宙,乃是要基督在万有之上居守卫,要一切都属于基督。 但是在宇宙中有一件悲惨的故事发生了,就是人犯罪堕落了,神所创造的人都失去了,属于别人了。 在神,这是一件非常痛心的事。 如果你一个月辛苦赚来的薪水,一下子失落了,归别人所有了,你会不会觉得难过,照样,叫神伤心的,乃是人的失落。 人犯罪不犯罪是第二个问题,主要的乃是说神有所事。 一个浪子,他赚钱或者他把钱花光了,他都是浪子。 人可以说他是一个好人,他可以是一个正人君子,但是人不能说他不是一个失谜的人。 可见,救赎最初的目的并不是罪的问题。 这就好比有只手表被送进当铺里有三年的时间。 在这三年里,对手表的主人来说,他在这手表上失去了权柄。 救赎在人的方面,乃是罪的赦免,在神的方面,乃是叫神有所得悔。 得救乃是人有所得,救赎乃是神有所得。 救赎乃是神要把在伊甸园所失落的,都拿回来。 救赎也是说出你能够做一个属于神的人。 本来人是属于神的,后来变成属于别人了,现在神要救赎,将人的悔。 既然说救赎是要人做一个属神的人,那么奉献这个问题就跟着来了。 奉献乃是承认神在我身上所该得的权柄,并承认神在宇宙中的地位。 在旧约初埃及纪十二章,十三章,三十二章连同民数据十章,在这三段圣经里面,有一幅图画,就是逾越节。 那是救赎最完全的预表,在逾越节晚上,一切的长子都该死。 那时,以色列子民落在外国人的泉下为奴,他们因做苦工,就叹息哀求。 他们的哀声答于神,神看顾以色列人,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。 神说这些以色列子民是他的,但是法老却说以色列人是他的,神要以色列人到旷野去试奉他,法老却要把他们留在埃及,替他烧瓦,造成。 这里就给我们看见,神与法老之间的争执点在于,以色列子民到底是谁的? 这里不是说,以色列人要不要上天堂,乃是说,以色列人究竟是谁的? 救赎是神与撒旦之间所争执的一个大问题。 神用长子来代表,因为长子是一个人在力量强壮时所生的。 神要杀灭长子,意思就是说,所有在神手中失去的,结局就是死。 救赎乃是神要将堕落之恩从撒旦手中得回的事。 救赎乃是神有得着,救恩乃是我有得着。 因着我们需要救恩,救赎的方法就来了。 救赎的方法就是十字架。 主耶稣这神的羔羊,背负世人的罪孽,在十字架上流出血来。 这就是旧约牛羊之血所预表的。 出埃及十三章二节神说,以色列中凡投生的,无论是人是牲畜,都是我的。 要分别为圣归我,所有投生的,从今以后都要归神为圣。 我不信一个真正看见救赎的人会不奉献的,这是办不到的事。 许多基督徒只知道得救,而不知道得熟。 许多神的儿女只知道救恩,而不知道什么叫做救赎。 救恩是个人得着好处,不管神的权柄,也不管人在神面前的地位是怎样。 得救是你自己个人的事,在神眼中看,你是得着了。 你往里面看,只看现自己得救了。 若是你能像保罗一样浑游向外,到神宝座前,从神那里来看,你就不只看现救恩,更看见救赎,你自然而然地就会奉献,就会说,我不再为自己而活了。 保罗在灵后五章十四节说,原来基督的爱基利我们,因我们想一人寄提众人死,众人就都死了。 这个想字,在希腊原文的意思是仔细地考虑过,得救乃是我活过来的问题,而得熟乃是我为谁活的问题。 得救是从我们这个人的角度来看,得熟是在神面前来看。 凡是得救的人都是得熟的人,因为救恩是根据救赎。 如果没有神的救赎,就没有救恩领导人。 奉献这件事,在许多人身上还是一个莫名其妙的题目。 其实,奉献是一个很简单的题目。 奉献并不是叫人去做许多的事。 一个人可能为神做许多工作,而这人却是一个还没有奉献的人。 所以,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你是否跑去为主传道,乃是在于你这个人到底是属于谁,你这个人到底是为谁而活,因着许多人还没有看见救赎的意义,所以就有许多的挣扎,有许多自己的爱好。 如果我们没有看见,救赎的重点是在你这个人从今以后是属于主的,而只去对付外面的事工,那就会越对付越难。 我们不要向自己里面看,而想去解决这问题,在这里我们需要从神的这光,看见什么是救赎,自然而然就不能不奉献了。 许多人觉得奉献很为难,是件不得了的事,但保罗却说,将身体现上当作活迹是圣洁的,是神所喜悦的,你们如此侍奉,乃是理所当然的。 罗十二一,他经过考虑,认定这是顶通达的,顶合理的事。 奉献的人一面是跪在十字架之下,一面是站在宝座旁边的。 在十字架之下的人就得着救恩,在宝座上看下来的就不能不奉献。 有良心的人以为得救后要奉献是为了报答神,没有良心的人就不奉献。 但是,不管你的感觉怎样,不管你是有良心的也好,你是没有良心的也好,奉献这件事不是你可以做出来的。 奉献乃是需要有光,需要从宝座上看下来。 知道道理和看见启示是不一样的。 很多人知道救赎的道理,救赎的神学和教训,但并没有得着救赎的启示。 出埃及十二章告诉我们,神积杀埃及地所有的长子,而救赎以色列家所有的长子,这表明所有得着救赎的都是属于神的。 救赎乃是权柄的更换,神将我们这些园在撒旦手中的人救出来,摆在他自己的手中。 这样,以色列人都是属神的魔,神不过是拿长子做以色列人的代表,全体的以色列人都应该是属于神的。 但是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,我们没有看见一切的长子都是属于神的。 他们多半是不要神的,也就被神摆开了。 再出埃及十三章二节里,所有的长子都是属神的。 然而,到了民数纪八章十八节去说,我拣选立位人,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在出埃及三十三、三十四章,神的会目立好之后,能在其中有分于侍奉的只有立位人。 为什么只选出立位之派呢? 当摩西上西乃山的时候,百姓在山下拜金牛犊,摩西知道了,就宣告说,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,于是立位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。 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猛救赎的人,但在这般人中,有一般立位人,起来宣告说,他们乃是属于神的。 民数纪八章十八节告诉我们,神就拣选立位人,代替以色列人中投生的,神选出立位人来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,本来是长子的人,就不是长子了。 出埃及十二,十三章告诉我们,以色列人全体都猛救赎,他们在那里都得着救恩与救赎,但到了民数纪十四章,他们埋怨神,不相信神要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,因此神就从他们中拣选出立位人。 在此立位人代表奉献,他们代替以色列人中的长子,代替他们是奉神。 什么是奉献呢?奉献乃是有一天,你从你自己的家里,从你自己的族里出来,来站在摩西这一边,说,我是属耶和华的。 我们总有一天要得救,同样的,我们总有一天要奉献,得救怎样不能拖延,我们的奉献照样也不能拖延。 在摩西的时代,立位人怎样绝对地站出来,来到摩西那里,说,我们是属耶和华的,在今天晚上,你们也能够宣告,你们是属耶和华的,把自己奉献给他。 但愿今天晚上,就有人愿意宣告说,我是属耶和华,我是奉献的,如果你们这样奉献,就要向当日的立位子孙,从自己的家里,从自己的族里走出来。 如果你是这样一个奉献给主的人,你就要起来杀人了,你的丈夫,弟兄,朋友,以及你所爱的人,在他们身上都有被刀杀的记号,向立位人把刀跨在腰间,在营中往来,从这门到那门,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,并民舍。 所有奉献之人的刀,都是向外的,都是要杀人的。 一个奉献的人不能怕伤人,当然,杀的是别人,但伤的是自己的肉体。 一个奉献的人要拔刀伤人的时候,最痛的乃是他自己。 我并不是说要你们凭自己去做这样的事,我是说一个人若活在光中,若看线就熟,他自然能够这样去做。 所以,罗马十二章一节说,将身体线上,当作活计这个线上的工作,是要你自己做的。 奉献给主的人,是一个被放在坛上做活计的人。 这也就是说,奉献给主的人,当他起来杀人的时候,当他把刀放在弟兄或灵舍身上的时候,没有一把刀是他自己不觉得的。 他的刀动在别人身上,伤却在自己里面。 一个奉献的人,他所以能够起来杀人,杀事,杀物,乃是因为他自己已经先被杀了。 如果一个人没有经过十字架,他就不能过奉献的生活。 但愿今天晚上,有人能祷告说,主啊,因着你买了我的缘故,我将一切奉献给你,因着你的救赎,我能被杀,被烧,被除去。 只有如此的心,才能叫我们割去一切肉体的事。 只有如此的立位人,才能做长子。 月节需要杀羊羔,那个刀说明基督的死,立位人的刀说明我们的死。 前者的刀叫我做一个得救的人,后者的刀叫我成为一个真正的熟的人。 一个真正奉献的人,乃是一个做神子民站在神一边的人。 拔刀杀人的,乃是神真正的子民。 做子民是普遍的,拔刀杀人是不普遍的。 在世人中间可以分作两班人,一般人是得救的,一般人是还没有得救的。 在教会中也可以分为两班人,一般是奉献的,一般是不肯奉献的。 但愿因着神的怜悯,我们都做那般奉献的人,做神的子民。 今天晚上的信息,我盼望大家能看见,一个得熟的人,必须奉献,一个要奉献的人,也必须认识就熟的真正意义。 只有奉献的人才能侍奉,侍奉乃是奉献的结果。 愿主不叫我们在奉献的世上有所顾忌,顾忌这个,顾忌那个,而失去主在我们身上的主权。 祷告,求你叫听见这些话的人,回去能说只有奉献了,才能是奉你。 求你给我们看见,是奉是奉献的结果。 求你不让我们在这一点上有所顾忌,叫你在我们身上失去主权。 求主使我们能够做真正的立位人,站在神这一边,给我们有刀,能够起来杀掉许多不属于神的事,不顾人情,不顾自己,不顾一切。 但愿这些软弱的话,能在我们身上发生果效。 奉你自己得胜的名,阿们。